大家好,我是大王,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那希望頻道會在每周四更新精品咖啡 一些知識以及開箱 所以如果你對精品咖啡有興趣的話 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每周的推播囉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的沖煮咖啡的過程之中 後半段老是覺得有苦澀味 或是雜味很重 怎麼辦,怎麼處理起來會比較好的 那當然這個前提是在說 你的前面門真的沒有問題 香氣什麼都沒有問題 就是尾巴不太乾淨 那這個其實原因有很多 譬如說你可能是磨豆機的細粉率比較偏高一點點 或者是說你的沖煮計較有一點點不太正確的時候都會發生 所以Sean今天就來跟大家講什麼處理 那同時今天我們會搭配的是這個 哈利有新的手要磨豆機叫CAPDO 就是一個兜啦,就是那個頭盔的意思 武士那個兜的,就CAPDO這個磨豆機 那這個磨豆機它的設定上面也是比較偏入門的 所以它的風味還蠻不錯的 睡覺也不錯 但是它的尾巴有時候就是會有一點點的苦渣味 所以學長教大家這個手法 就可以減少這個問題 那當然很多入門磨豆機都可以適用到這個充足法 所以是非常非常萬用的 OK好,那我使用的研磨度是大概是18到19格 我剛才已經調好了 好,我們來進行研磨 好,今天用的豆子是 Eso BR的寶貝一劑 好,香氣還是非常的不錯的 好,20克 那我們今天用老延寧的V60 其實任何的V60都可以 好,我們前半段的部分呢也比較簡單 重點是在於最後一段 好,我們來研磨 那這台磨豆機呢 蠻推薦大家如果是入門 第一支手磨的話呢還是可以入的啦 因為它本身呢價錢是很漂亮 然後呢 無論是研磨的手感嘛 或者是說 它的風味都算是蠻安全的 就是CP值還是很高的 好 大概磨完快的時候35秒左右吧 然後神力程度也是還可以 還算是OK 以入門手磨來說算是不錯啦 蠻安全的 好 還有學長速度是比較快一點 快磨完了耶 32秒33秒就磨完了 正常來說如果你40秒以內是比較合理的 好,磨完了 好,這個手磨 好,然後呢 準備啦 好,我們用的是老顏尼的V60 那我們放濾紙 下粉 好,那我們邊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手法的原理 好,這手法可以避免很多的苦 尤其是尾韻的苦雜味 因為有時候有時候咖啡其實也蠻好喝的 但是就是 如果你尾韻的苦雜味沒有控制好 有可能就是 一不小心 老鼠屎壞了一鍋粥 也是很煩的嘛對不對 但那種很腦人的苦雜味 真的是很有點可怕 我也覺得這是大家一定要去努力去 盡快避免的事情 好,那我們水溫90度 來做悶蒸 好,V60嘛對不對 不要忘記 正中間 一秒 兩秒 三秒 繞兩圈 回中間 40ml左右的水 好不好 然後做悶蒸 這個香氣 非常的足 這個豆子呢 我是放比較久一點點 大概放了一個月了 所以可以看到 它的膨脹程度沒有非常的明顯 但是我們可以觀察 你的咖啡粉都是正常吃水的 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也不用過分的去迷信膨脹 你只要能夠看得出來 它的吃水狀況是正常就可以了 然後第二段的部分呢 我們用退分法吧 好 正中間 點下去 好 看空氣白 中間的白色泡泡 湧出對不對 然後我們跟著這個白色的泡泡 往外繞圈 繞 繞 繞到最外圍 再繞回來 再繞出去就推粉法 到180 好 給大家留完 然後接下來就是今天的重點 就是如何 讓我的尾韻喝起來是比較乾淨的 可以減少很多苦澀味 那原則上呢 它的邏輯就是 整個濾杯的內進跟外進 是內進的部分呢 它的流速是最快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保留更多的時間 充足時間在正中間的部分 但是同時要它維持在一個正常的萃取率 所以呢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這麼做 正中間給水 給下去以後呢 好往外繞 讓我的粉呢 都進到濾杯裡面以後回正中間 用不要太大的水 中小水 維持在正中間 讓我的正中間的流速 拉得比較快一點點 一直延續到整體沖完 好 然後340c 收 可以聽到 整個流速的水聲呢 就會蠻快的 即使是在一個這種大淹水情況之下 因為呢我保留了很多時間回到正中間 讓它快速的呢 能夠帶動我整個濾杯裡面的水 往我的下壺裡面走 所以就可以減少我脆時間 讓我整體喝起來的乾淨度呢 有明顯的增加 跟你不斷的繞外圈比較起來 流速會變得比較快 好 我們來 喝喝看 這個是寶貝一劑 露西一劑 就是伊索比亞藝劑的香氣 很多的橘子味 花香味 那整體喝起來呢 風還是脆取力不錯的 那尾巴呢 因為我們剛才做了一個這樣的小動作 就可以讓你整體風味喝起來乾淨度 整個直接提升一個檔次 即使你是使用的是入門的手套魔鬥機 你仍然可以維持很好的乾淨度 這樣是不是 用一點小手法 就可以讓你整體喝起來更清爽更漂亮 是不是很棒呢 OK好 那我們今天的咖啡送植公園就說到這邊為止 如果大家有興趣 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